中药要吃多久才要停 好问题哦 我会想起我在刚出道的时候都很怕 就是患者会问这题 超怕 中医的推拿整骨 和西医的物理治疗有什么样的差别 太寒啊 这个词 我也想要另外做一集 寒气 来讲一下我们的中医的名词怎么解释 因为太悬了啦 益生菌或保健食品要怎么吃 有空做视频的医师 应该是没什么病人他才有空 然后一直忙着看病人的医师 其实应该没有空做视频 以前啊 我在学校的时候 还有在中医界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吵 说到底是中医比较有效 还是西医比较有效 到底谁比较厉害 阿民师来了 今天是要跟所有的网友 一起去共享这个时刻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哦 就是我们的10万订阅的奖牌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 而且非常的巧 是在录影的当年我们才收到 仿佛就是知道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样 哇 感觉非常有质感 就是阿民师甄嬛传 for passing 100,000 subscribers 那这就是说我们的大家 10万订阅我们所有的观众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频道 最主要是来自于 我在诊间里面呢 可以跟患者互动的时间 其实真的不多 只能讲到一些关键 可是其实患者需要的 那些医疗知识 其实更长 而且他需要更完整的脉络 所以我打算把这些时间 在网络上录一支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只要患者有疑问时 我可以介绍他先去看这支影片 也可以扩大到说没有机会说 让我服务到的一些患者 也可以获得一些知识 然后也获得一些选择 毕竟我们都有一些选择的自由 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决定 选项的这个权利 这些知识可以扩展一些选项 让我们的生活有不同的可能 那此外呢 在做这个卫教知识的过程中 YouTube有些收益嘛 也感谢我们的订阅观众 还有帮我们分享 甚至有的人广告还把它看完 我也承认过说这些 收益是要拿来做公益的 所以呢这个看影片 还有做公益的这些公用在 最近呢 也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间捐的这个小天使家园 也还在高雄 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这些小朋友就是照片寄来 祝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圣诞假节愉快 来分享给大家 我是收到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很温暖 那第二家呢 我是捐给那个 爱的延续公益协会 它主要是找一些 失去一些社会支持 或者是经济弱势的一些家庭 或者是一些失学的年轻人 他们支持的对象很多就是 那个中低收入户也很难申请到 或者是那些资源到不了 所以我还蛮钦佩的 而且每一个个案 他们几乎都有写完整的故事 社工们会到他们的环境 去观察他们的需求 我在做一个公益协会叫 狭医会 它主要是代理权医师 就是物理治疗师 医事人员 还有一群志工 我们就是有人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去帮 是所谓的一些 经济弱势去做疫诊 那这方面我也学习到 公益是要从我们的需求出发 有时候我们给的东西 最好是对方是刚好需要的 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对方嘛 不然就说给一些人家不要的 反而是个负担 爱的延续公益协会呢 其实他们有说到这一点 我是蛮推荐的 那我就没有另外发文了 就在这个影片分享 如果大家看了有一些感触感动 也赞同理念 也欢迎支持 OK那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 10万QA的环节了哦 那因为呢我们的问题呢 其实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可能不见得每一支影片 都有办法去回答到 所以呢我会挑出几个关于生活方面 然后中医的内科中医的外科去回答 那一些没有回答到的问题很好的 我可能会另外就是做一集 为大家解释 或者是说在每一集片尾的QA呢 跟大家做一些回应 所以说不见得会在这一集出现 但是我会尽可能在每一集中把它摊提掉 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今天请阿明斯先来帮我们回答一些 比较轻松的问题 有网友询问啊 请问阿明斯知道领两传医师吗 他是以一个身体整体结构网络 去解涂人体产生疼痛的原因 然后认为所有的错位都是一种旋转 不知道这是否有明确的解释方法 哦这个领两传老师恩师啊 这哪有什么好讲的 我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也是什么都不会做 当然没人出道都会怕怕的嘛 可是我觉得很有限我接触到领两传医师 他对于结构治疗的这些概念 然后受到很多的影响跟启发 他对我来讲 真的是我在可能是中医的或我俗称外科 或者是收口结构治疗的这条路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奇谋恩师 然后他带给我一个身体的一个世界观 并且这个世界观其实是可以去结合中医跟西医所看到的一个事情的 所以他也带起我对中西医结合一个模型的基础 所以这是我非常感恩的老师 事实上我在临床上还有我的影片中 如果有谈到结构相关的这些概念 包括旋转错位啊 包括会远端影响啊 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说领老师他的影响 那如果说大家都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一步看领老师的大作 身体的立体结构网络 这一本书其实都有办法买得到 里面深入浅出 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 说那这些结构啊 筋膜啦 皮肤啊 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疼痛 甚至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内脏的这些问题 是我认为是很值得拜读的一个大作 那至于说身体都是旋转的错位 这个概念也是来自于林老师他的一些阐述跟发现 那我只是想要把这个概念 所以分享给一些观众朋友 去了解说我们是怎么可以认识自己的身体 进一步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 那下一题是 中药要吃多久才要挺 好问题哦 我会想起我在刚出道的时候都很怕 就是患者会问这题 超怕 因为啊 我最期望的就是 大家来调身体 没有特别目的 反正坐下给你试试看 有缘件就去拿药 有没有好呢 就是我说了算 我有患者自己说了算 都可以 就顺顺的这样子拿药拿药 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镜头 因为当时呢 有点在逃避啊 但是现在我每个患者都很鼓励他 讲出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们来看中医呢 调身体也是一个目标 可以的没有关系 就是单纯保养 可是我们有时候是有疾病的 比如说我的疼痛 我希望可以多走 可以意料可以走路 可以走多久的路 我睡不着 我希望可以从失眠 进步到睡三个小时 进步到睡五个小时 这些越具体的目标 然后我们中间排越具体的一个时间 来判断进度时 会越方便一个中医师为你去量身打造 那你说中医要吃到什么样的程度 吃到你的目标达成就好啦 如果你来看中医是有一个目的的 那目的达到你就不用吃啦 那你中途你想要换目的变成说 我觉得明示要保养 那也是个目的啊 所以重点就是回来啦 我会鼓励呢 我们看中医或看西医的时候 要清楚自己的目标 那我会鼓励你主动跟你的医师讨论的目标 这很难一刀切啦 不过其实就名词解释上来讲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 我们先说什么叫物理治疗 physical therapy physical这个东西可以翻译成物理嘛 但其实在它的拉丁语义上 它本身就是身体的意思 我们讲身体的东西就是physical 所以只要是跟身体相关的治疗 原则上都叫物理治疗 那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化学性的治疗 不管是用中药、西药、保健品还是什么的 只要你吃药 你希望用化学性的方式去改善人体的 就是一个范畴 但你不用这个方式 不用化学性的方式 而是用物理性的 比如说徒手啦 或者是不管是针灸啊 也可以 不管你是整骨啊、按摩啊 也都可以 我没有用药 那也可以犯称是叫物理性的治疗 既然如此的话 这种物理性治疗 可能有比较西方感觉的物理治疗师 也比较就是一些推拿整副 东方感觉的或国术馆的这种范畴 有什么差异呢 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 我们认识人体的一个方式 比较不同 那我先以那个物理治疗师 这一个方面 我可能会稍微了解一点 从这边来讲就好了 以一个学院 医学院出来的物理治疗师 我们了解人体都比较是 以解剖啊 或者是生理啊 去这种地方出发 所以我们做的治疗都比较要求 你要有一个解剖、生理、身体的 一些原理的一些根据 然后呢以这个理论为主 再以每个人 或者每个人的拜托老师的经验为符 去统合出我们每一个治疗师 独特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重点就是在于 物理治疗师是医治人员 所学的来源 比较是以医学根据出发的学说为主 那下一题呢就是 有观众也想询问说 阿民师有没有什么学习 结构上面的书籍可以推荐 因为他觉得 每次看阿民师讲这些都觉得很帅 然后他也想要自学学一下 这边有要做一个区分 结构治疗的这个原理很棒 很值得推荐是一回事 阿民师很帅也是另一件事 他两个人要区分一下 好我们先讲前面 我们就回到林俑传老师那一题 我其实他推荐的还是以 那个身体的立体结构网络这本书为主 看一下林老师他的脸书 他有很多一些概念分享 那很帅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啦 谢谢你不嫌弃 那接下来来到中医外科的问题 很多公司的同事 可能都是那种 久坐久看的萤幕一组 然后请问有可以 什么针灸或是压哪边的穴道 可以改善久坐久看 眼睛酸的这个方式吗 问这题的人呢 假设是行内人 也是医师治疗师的话 你在私讯我 那如果是以民众为主的话 我会建议啊 要先改善加强你因为久坐看萤幕 而缺少的那些动作控制 所以说单纯就讲公操 我在四字兵的那一集的那个悬崖关 他其实目标呢 是要藉由这个知识 诱发我们核心中的核心 腹痕跡的呼吸 就是我们侧腹部啊 你看啊你都觉得吸保器还软软的 可是你在微微翘屁股的这个姿势下 你腹痕肌会被诱发 你每个呼吸都会用到腹痕肌 当你的核心中的核心被启动时 其实你的循环 酸痛无力都会比较容易被平衡 然后把那个结构调整好 其实事实上一个人他只要均衡啊 这些问题都会比较轻微啊 那现在你是想要问医师呢 脚踝扭伤之后的后隐症可以怎么办 哇这题真的是问的太好了 我决定呢为了这一集就是做一个足弓的一个特辑 去讲一下我个人对于足弓是怎么样子影响身体的 当然这也是包括很多学习到大师的一些经验 除了林小传老师还有像温伟泉医师 还有陈振贤老师 我学过的各个老师的对于结构的看法 他们无一都觉得说人体像个大楼足弓是很重要 脚踝扭伤的是足弓受到影响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就静待这一集的播出 那下一题是关于呢 他近期肩背到脖子都很痛 完全无法抬头 起身的动作腰也无法马上挺直 手脚容易麻痹 那纵上来说呢看了中医的结论是什么 气血虚太寒啊 那请问如何从日常改善这样的状况呢 我先从几个层面讲 第一是中医讲的气血虚太寒 第二是日常生活怎么改善 太寒啊这个词 我也想要另外做一集寒气 来讲一下我们中医的名词怎么解释 因为太悬了啦 但是总体来说 只要是一个地方循环变差变慢 然后甚至他的筋膜的张力是收住的 比较紧的 好像你冰过冰箱一样的 这个就是寒气 它可以是全身性 也可以是局部性 像你 你的身体都是我看起来紧绷为主 产生的张力 它也可以来自于是结构 也可以来自于是大范围的这个皮肤或筋膜 收住了产生的张力 那这个中医就很容易去判断说 你可能是寒气的这个解释出现 日常生活怎么保养呢 主要是要看到你的那个寒气怎么来的 如果说你这个缩影啊 这个寒的这个表现 是太久没有动引起的 一整天都坐在那边没有动的 那你的保养就是要多动 如果你的寒气是来自于 我一个在冷气吹出风口啊 吹很多的寒气 那你就要避开这个风去换位置 如果你的寒气来自于说是 生冷饮食吃的多又动的少 诸如此类的 你就把饮食避开 所以呢你要回头去想想 你的寒气怎么来的 根据那个原因去调整你的生活作息 那并没有说同一个方式就可以 把你的寒气一定可以改善 因为我不认识你 最后的QA部分来到内科 那也想要询问医生 医生菌或保健食品要怎么吃 我也想要做一集医生菌 怎么吃比较好 但是呢我要小心一点 因为医生菌大家对它的依赖 还有它的市场上的效应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我要多做一些功课 不要说乱讲话 你懂的 出来江湖飘嘛 哪有不认真努力的 那但是呢医生菌主要是 我们期望用好的菌 来改善我们的身体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体内有很多坏菌的时候 你吃的好菌 就好像好宝宝一样 那进去是被霸凌 还是会敢的话同化那些坏菌呢 电视剧里面比较常是 好学生敢化坏学生 现实生活中是 好学生被霸凌 所以说直接吃医生菌 有的会有效的 那就是你刚好适合那个菌株 然后你体内坏菌也少 肠内环境也适合 可是呢 如果你体内坏菌多 好菌进去可能会变成一些负担 增加一些我们叫做 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生活群的一些负担 又或者你吃进去的益生菌 不是你缺少的那些菌 你益生菌很多种的 你缺哪一种 你吃哪一种才会有明显的效果嘛 那你没有缺 就是吃心肝的嘛 所以你还有经过一些诊断 并且益生菌 它也逐一种三大族群的菌株 台湾主要都找得到两种而已 有一种市面上几乎没有 所以如果你缺的就是台湾没有的 那怎么吃可能就是保健啊 那加上说 医学菌对于肠道保健就是 第一 坏学生先把它干掉 场内环境把它整理好 好学生就是好菌才进去住 才会住得舒服 可是我们常常都跳到第三个开始 效率就是因人而异 不能说没有效 因人而异 高血压要如何用中医来调领呢 这题刚好我们个人很有兴趣 常常讲这个叫本泰性高血压 往往我们就是吃高血压药一辈子嘛 但是我受到一些老师的启发 还有我个人的想法是 人不会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 如果我们需要高血压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有某个地方 咔的循环不好 血压局部太低 可是它那个地方又很重要 所以我们身体要提高我们全身的血压 好让低的地方达到及格 那其他地方原本不缺血的 就会变得太高嘛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做成研究 就是我治疗有几位高血压的患者 当然是吃血压药控制 但是它造成高血压的原因如果找到 就是它缺血那一块器官 还有造成它血压会偏低的因素解除掉以后 那其实血压药是可以停的 而且血压都很漂亮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范围的病人的一些观察 它并不是很大的一个数量 个人的经验 有机会的跟大家分享 举例来说就是 我有几位患者它其实是那个身体寒气 前面讲的寒气都比较重 所以有办法把阳气补起来 让它的寒气散掉以后 寒气不会影响到它的血压 身体不用制造一些高血压来把它冲开 所以它本身高血压的问题就改善了 它也就停掉了很长一段时间 诸如此类的 原因解决之后 你原本以为的果可能就不会那么顽固 最后一题 宵夜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 好问题 这题会讲到日变节律啦 主要就是每人体的一些生理活动 跟我们的时间有关系 这当然我很喜欢这种 有现代跟古代呼应的这些题目 其中有一项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一定有养分 它也有毒素 那我们身体就是要把养分留下来 毒素解掉 解毒最大的器官呢 其实在肠道还有肝脏嘛 可是呢 眼眼就发现说肝脏的这些解毒的酵素 它其实它的含量会有日变节律 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低 白天的时候会比较高 事实上这也是比较合理的 人啊 随时实力都在一个准备很充足的状态下 其实很好能 生物假设说它是在白天 比较容易找到食物去吃 也比较需要解毒的话 它的酵素会比较旺盛是很正常的 晚上用不到你就把它能量收起来嘛 不要在那边找事嘛 换言之 如果说你是容易吃消夜的人 有可能你会遇到说 你吃消夜的时候你的肝脏解毒效率是比较差的 也有可能你的毒素的累积会比较多一点 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的 我的假设 但是第二个层面我认为更实际 有时候不是吃消夜引起你身体不舒服 而是你为什么会需要吃消夜 像是什么样的人会需要到吃消夜 很长一段时间观察到是工作特别忙 压力特别大 那他饮食常常都是不正常 可能正餐的时间他都要误餐 然后下班时间又很晚 他不得不吃消夜 那与其说是吃消夜上升 不如说是造成他吃消夜这些生活习惯上升 这个现象呢 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去支持他做这个行为 那这些原因可能才是主因 不要focus在这个行为上 就好像小孩会哭会闹会学坏 可能背后很多原因的 不能只怪小孩偷东西 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个地方 那其他一些很好的问题 我会在每一个影片片尾的QA 可能就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哦 你要跳到最后也没关系啦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还真的还不错的 我会做几集 记得收看我觉得很棒 那另外最后啊 有一个留言我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个人对这个回应我是觉得习惯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华人社会 或者是社会的一些固定的一个价值观 因为有一位网友他说 黄医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综艺知识的传播者 但估计可能看病不太行 因为有空做视频的医师 应该是没什么病人他才有空 然后一直忙着看病人的医师 其实应该没有空做视频 那这个想法我觉得有道理 因为很多一些重道啦 一些中医师或者是西医师也会问我 这件事情他该不该做视频 或者是去写文章啊 分享自己的一些观念知识 也就是说他要不要付出时间来做行销传播的事情 说实在话这到底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 还是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其实在做这个影片之前啊 做我们的频道之前 我的患者大概就是 约到了两年后差不多 那也是谢谢很多患者愿意信任啦 但是我会决定做影片 目的也不是说要招揽患者 而是说我在治疗中有好多患者是改善的 他要告诉我一件事 他并不是说好黄医师那个 谢谢你然后医疏精湛或干嘛的 并不是那是医生员 他是说要是早知道我的问题 可以用这个观点 可以用中医这个工具来改善的话 我就不会去尝试其他那些可能对身体有伤害 方显代价大的治疗了 这句话让我觉得心里是闷了很久 以前啊我在学校的时候 还有在中医界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吵说 到底是中医比较有效还是西医比较有效 到底谁比较厉害 可是我出来社会中我看到的不是这个问题 中医的利用率下降 或者很多患者他没有改善 往往是不是你没效 是他不知道你可以干嘛 大家对中医的概念都还是在算命 就是看一个中医好像算命是一样 他算得准的话你就信 他算不准的话你就摸摸鼻子倒霉 但这样子的话这个行业有前途吗 再加上说如果一个专业的中医是医疗人员 如果说我们没有出来去分享去知识 患者是用什么方式去获得知识的 所以对我来说做频道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黄医师很厉害 并不是要让大家知道中医很行 我没有这个想法 我的频道一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个选项 如果说像老师啦跟你说你的病会治好的话 来选择题ABC 选对了就病会好 结果答案是低耶 要求我根本没这个选项耶 你怎么知道 这个频道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原来第一有这个选项 第一有这个选项 它可能是对我身体有个帮助 让大家可以养生命之外 还可以养生活 这就是这个频道我想传达的价值 所以与其说谁多行 我想要知道每个东西的存在都有它的必要 那它行在哪里 哪边不行 我们就客观的尽可能啊 我们讲科学去把它也讲清楚 你有一个基础跟了解 可以跟你的专业医师物理治治疗师 还有团队去沟通 怎么样选你整理最好的 我不可能做到近三近美 我不可能完全的是很正确说 我要理论一大堆的什么论文像上课一样 那谁会看啊 我今天上课都睡觉啊 讲出来 那谁会看啊 但是好过一无所知 这是我频道想要开的一个头 我在做侠义会 这个公益组织 还有在做频道 还有在做一些社会的服务 我都把自己当成一块砖头 我只希望这个砖头可以敲开某些东西 把一些枷锁敲松 把玉引进来 去引发更多社会的一些能量 去做一些改变 我不敢说自己是对的 但我相信社会会有越来越更好 那回过到这个问题本身 其实真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牺牲掉很多自己的休闲啊 或干嘛的 我不可能百分之百都在一道上嘛 只是我把大家可能 骑重机啊 或者是吃美食啊 喝咖啡啊 就是休闲的时间 我拿来做频道 我拿来做艺人 那加上说 在古代 不要讲古代啦 可能我们前辈那一代 你要传播有一样的影响力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你可能花在一整间的时间会很少 这是可能的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在网路啊 形象那么多工具 那么多的知识跟数据 还有很多团队可以帮忙 我做同样的时间 可以发挥的效益就更大 其实这是工具的眼镜啊 以前台北到高雄 你要走好几天 你现在只要两个小时 这是工具的眼镜 所以说做这个频道 也不是说自己在看面 一定很厉害干嘛 我也很谢谢每一个 信任我相信我的患者 还有 谢谢每一个信任我 愿意点进来 并且看完影片分享的观众们 谢谢你们 有你们才有这个频道 这上面的十万每个数字都有你们的分 我们就下集见 下集可能就一百万订阅了 拜拜